特勤人員全副武裝 從金儀家水餃店內 已經沒有其他客人 只剩一位男子在一樓把風 壓制住後火速衝上二樓 原來就是一處職業賭場 大批警力特強時段 要求賭客們把手舉高 不過卻有人打破窗戶 從陽台跳下死命狂奔 幾位大叔躁鴿仔貝 彷彿忍者一般飛簷走壁 這裡是台南有康一家水餃店的二樓 警方發現深夜常有人輸入 為了搜證還連續三天上門吃水餃 確定暗藏麻將賭場後 二號和霹靂小組破門攻堅 卻有五人不配合 打破窗戶跑在鄰居家的遮雨棚上 其中一人還不小心摔斷腿 攻堅過程中有五名賭客 會規避查棄 竟然從二樓央臺跳下逃離現場 其中有一名賭客為此摔斷腿 本分局外圍警力 早就在四周埋伏 全部查棄到案 現場搜出一百二十七萬賭資 賭場負責人和房東等 被依賭博罪送辦 其餘二十四名賭客 已設違法開罰九千元 為了逃跑差點連命都不要了 最後還是全被警方逮到 TVBS新聞顧手艙台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